耶诞节快到了,盐城区中校国小发挥巧思,制作了一个有露营风的耶诞树。 学生们将布衣课程发扬光大,利用校友捐赠的透光布和碎布旧书以及废弃纸箱,搭出像印第安帐篷的耶诞树,打上灯光就更有露营的味道了。 用竹竿和白色的透光布架起一座高高的帐篷就像是个耶诞树。 同学们在这棵耶诞树上做装饰,像是在帐篷的四个角拉起用彩色三角旗做的万国旗。 这些都是同学在布衣课程里利用零碎的布自己动手做成的。 耶诞树旁有用旧书堆成的小耶诞树,四周还有用废弃纸箱做成的礼物。 书的中间还放了几张课桌椅,在里面看书又有另一番味道。 抬头看看还有用彩色纸剪成的星星纸花,打上灯光就更有露营的味道了。 它们都是二手书,然后放在这边大家就可以一起坐在这里欣赏。 我们把以前用废弃的纸像包成礼物的样子,放在圣诞树旁边,整个景象就有圣诞节的感觉。 就把纸重叠,然后就剪,先把那个纸折起来,然后画星星,然后再一起剪,它就会有,就不会断掉。 圆城区中校国小的校定课程就是布衣课程。 师生们利用布做成各种造型和食用的小东西,这一次就用布做成帐篷造型的椰蛋树。 其他装饰的素材也都是用各种环保回收物做成的。 我们今年的所有的材料几乎都是没有花到半毛钱,几乎都是我们现成生活当中可以取得的一些题材。 这个也是我们要传递环保概念给小朋友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课程。 椰蛋树的造型白白种,圆城区中校国小抓住可塑性极高的布,搭乘三角形的帐篷就从了一棵创意的椰蛋树。 既美观又环保也符合各种教育意义。 记者黄俊怀、赖长帮、高雄报道。